ET国股推介 今天是推介恒基地产12号 恒地将在今天收市后 公布截至6月底为止的中期业绩 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未完全受控 加上本地楼市第二季中段才会用 电子消费券今个月才派发到市民手上 预料上述的利好因素 未能在今次中期业绩当中全年反映 要到下半年的业绩才浮现 而管理层也可能会透露较正面的前景展望 读者不妨趁中期业绩公布之前买入 市场看法上 美资券商高盛早前发表现的报告 与其香港六大发展商 即是四家南筹地产股 恒地、新地、新世界和长实 另外加上顺治和加利的发展物业业务 受惠中港住宅市场交易量和价格带动 预料上半年盈利表现强劲 当中只是新地会有销售下跌 摩根士丹利的报告就分析 预料香港零售租金将会在下半年升4% 而春年增长就有望达到一成 当中5000元消费券计划 预料可以提升本地下半年整体零售销售8% 加上本地疫情改善有助内地客下半年来香港 策略上恒地的股价近月跟随港股回落 但仍然历首今年3至5月的阻力水平以上 或多或少预示 市场普遍认为恒地业务已经走出了疫情的阴霾 读者不妨在恒地今天开市价买入第一柱 如果股价有机会回到34.7以下 可以加多两倍注码买入第二柱 短期目标看40元 跌破32元就适宜先行止蚀 在搜封军列上 这个阻力看到我们来的体会 都不可能会有足处理 噢似乎从18M 10M 10M 11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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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2M 11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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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2M 12M 11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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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2M 11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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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1M1